因為它很有趣,符合了兩種我們過去提及過的 算是相對少見的形態,而且兩者都出現了 看看它是否有機會做轉向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楓 Hello,我是TC 我們今天的內容,首先會回顧2月份的時候 是否走到我們預期的波幅加目的位置 接著來也會分析3月其實提升還是提跌多 以及預期的波幅會是多少 所以最後也會有一隻股票 找到比較符合我們心目中的一些形態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機會搏一搏單車變魔托 首先我們回顧2月份的時候 TC上次就說,其子看它的阻力會去到16600 就設置這個做期權的食物位 沒錯,沒錯 現在吃了 吃了,加上我們預期的波幅也到了,又可以 你上次預期的波幅是多少 約我,我們預計就是起碼都應該有1200以上 那很幸運,其實已經達標了 所以都是基於一個歷史的數據 歷史的數據,還有一個統計 為什麼你會去到16600這個目標? 哦,因為這些都是去到我ISPO系統的 我們叫做阻力位置 那我們就通常會優先看阻力位置 就是要吃戶 再加上我們大家都知道 恆生之數也是一個紅市底 一般來說,我們相信升的時候 阻力應該會是比較多和比較重的 應該是去到我們的食戶位置 怎樣都要先吃戶 那你們在做期權的部署上面 其實在什麼位置你會選擇去加注 月初我們有一個standard的策略 就走了,也都中了 那月中或者你當,可能走了兩至三個禮拜之後 如果我們發現了ISPO系統 指標上出一些,我們叫做智能指標 出一些訊號給我們去參考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就會向那個出訊號的位置 做一些期權策略 因為一來,走了兩三個禮拜 期權金應該是便宜了很多 二來,其實直播率都很高 在什麼位置出了訊號呢 就好像去到二月,大概是二月六號 那你見到那個當線上面 其實兩條線都已經扭在一起 還有變成了藍色,一枝大洋竹這樣飆上來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家主人 是啊,是呀,清穿了之後 其實行天之草,跟著的月尾 最後幾天都是繼續升的 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在日圖方面來講 已經出現了九圍的藍色 是啊 這個藍色其實真的很少出現 我們看上一次出現已經是二、三年的七月份 沒錯 半年沒有出現那個藍色 日圖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小統計 十次裡面有七次都是打不穿 應該不說 三次打得穿得好 有兩次呢,穿了都是兩三日 貨制就跌下來 只有一次呢,若沒有兩個禮拜 那所以正常來說呢 這個位置為什麼變成critical 就是過去既然十次有七次都難它的話 有另外那兩次呢 雖然難不了它 但是之後它都回落的話呢 這個位置是要優先關注 那我們就要望真一點了這個位置 那換言之三月份你是不是會優先看它 彈一下會多跌一些機率 是啊 因為我們根據智能指標 如果出一個感向好訊號 又站穩了 也都打穿我們critical的位置的時候呢 現在我們就要優先看好先了 我們就不如先看一個 我們叫做跌下來的話 攜考性頗高的位置 就約萬六點 小峰你怎麼看 我自己一看就是萬六點 因為萬六點呢 我們看回近期呢 其實都出了幾個底頂 就是都是一個叫做key level的位置 就是多重的底頂contact的位置 那同一時間呢 其實我們看到多空線呢 都在這個位置裡 都開始形成了一個支持區 那所以如果萬六點的話呢 我們可以說 就是它失不了這個區域的話呢 基本上就優先提升了 但是如果這個key level都這麼不幸又失手的話呢 就真是未必會升得住了 就是可能又要再跌一跌先 沒錯 就是看升的話 大概去到哪個位置 是一個都要留意的阻力呢 那我自己呢 第一個阻力位 我若我看174的 第一個阻力位 若我看174的 對了 如果你說啊 有些觀眾說我再下官少說 174之外 打穿的話 估計啦 你當177 178 這些位置都盡準地的了 我覺得 初步 對了 如果我們看回技術上的分析 我們拉一個黃金比例 去到近期 它就不停在整固的階段 就剛剛是整個下跌浪的反彈0.382 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阻力區 所以在這裡聚集了很多天都未過到 是 所以如果真的這個0.382都可以破得到的話 其實下一個反彈的目標位 我們都會看回大概就是175 這個就是反彈浪 裡面0.5的一個區間 所以和你心目中的位置都是相約的 然後再下跌的話 如果在黃金比例上 再看就會0.618 那0.618 就差不多去到萬8點這個位了 對 給兩個區大家去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造星的話 可能這兩個就會是潛在的食物位 那當然到時 真的正在走緊實盤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回追蹤指標 就會知道哪些位是真的要食物的 沒錯 在試去力有不計的時候就不及了 那相反呢 那我們就 不如都給兩個位的觀眾參考一下 如果跌的位置 假設又會支持在哪裏呢 我自己看就會第一步 就是153、154這些位置 如果我第一步就看 就前面的底 是的 如果跌穿萬6點的一個 第一個防守溫我就看153、154 但是假若 可能有些觀眾可能會再淡一點 我可以給一個再淡一點的防守位 大家去考慮呢 我就會看 你就當上次那隻 開腳的位置 我估計就是148、149這些位置 那如果跌穿萬6點 大家就小心點 那不如我們這個時間又看一看 其實過去的歷史數據 3月份會行到幾大的波幅呢 是不是真的去得到這麼遠呢 又去到這個歷史回顧的環節 好幸好過去兩個月都火好的 就是都在奇眷策略上 我們都叫做做得到 那我們看回去24年的3月份的記錄 那恆神指數和升和跌 錄得的次數就是 升分別就有11次 跌就有13次 叫做跌的機率略高少少 最厲害都是升了8.4% 其餘的8次裏面 有升幅裏面 只得3%或以下 即是說怎麼厲害都沒有 最厲害就是 我們叫CAP了的C0 就是8% 如果真的大家看升的時候 就不要看得這麼樂觀了 How about 跌呢 跌的機率 雖然和升的機率好像差不多 一本一本 但是跌反而跌得好些 最跌得最厲害那年 就是2001年 13.2% 而有兩次跌到9% 我們升跌那裡有少許統計 那波幅有什麼統計呢 月波幅 3月份 24年入面的3月份 頗小的 我們定位為少於5%那些 其實只有3次那麼少 即是說 相對開一些中至大的波幅 機率就相對大一點 10%以上的波幅 竟然有8次 高達超過三分之一 我自己可能會考慮 進取一些策略 例如是什麼呢 做遠一點的教育期權 因為我們看到 那8次進行10%以上 是怎樣分佈呢 竟然有3次行20%波幅 有5次都行10-15%波幅 如果想駁一個大一點回報呢 3月份呢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期權大家都知道嘛 我們買價外一點點的時候 期權金相對也會便宜一點 2月份我們就看1200點 但是3月份呢 我略略會給1200點 可能會再看得高一點 3月份的深水位置 就給了大家 那不如我們又講一下股票方面 好 之前我們其實就有很多集 講解了一些技術形態 怎樣配合指標去做一些 樓底也好 古頂也好 一個比較精種地出擊的位置 因為我們今天找到一隻 港股呢 好像又有些炒作機會 你拿出來做什麼 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 因為它很有趣 符合了 兩種我們過去有提及過的 一些算是相對少見的形態 還要兩者都出現了 看看它是否有機會做轉向 那這就是什麼呢 就是2382 順雨光學 長趨勢來說 就跌了很多個星期 那現在好像有些少少情況出現了 TC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是的 出現了什麼形態呢 就是2月2、2月5和2月6 這三支陰陽粥組合之後 就看到一個我意思就是說 未是最完美的早晨之星 但是的而且確 很有早晨之星的味道 好了 接著我們去到再後一點看 那由2月9和2月14呢 就是情人節 它就送了一支大陽粥 情人節送給大家 那我們就覺得 真是有機會有些轉向的味道了 近日我們在智能指標 這個足底味影訊號 都看到有很大量的吸醜率出現了 那你的追蹤指標 有沒有一些牽涉呢 是有機會的 有啊 因為其實呢 我們的追蹤指標就是這樣說 由一個相對比較偏淡的位置 月5日之後打後 就一直一直踩上去 不過這麼說 即是出現了上述的一些訊號 技術分析上面的一些形態之後 其實它到現在都仍是硬硬硬硬硬 就未真是說法力上攻的 所以仍是有機會去做它的 就不是說已經錯過了 但是呢 都要留意一下 在大概呢 這個53.5的位置 其實它是有一個連後的阻力 有機會在那裡會擋一擋 但是如果真的連那個位置 它都充得過的話 就有機會彈多一陣的 彈多一陣 去哪個位置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 多空轉換的阻力區 現在暫時是大概59.5的位置 這些位置 都要有一點點水位 可以做一下反彈 如果它先升穿到 即是上次我們叫做補助裂口的位置 如果我54元樓上的時候呢 我們繼續都會是 不要看得那麼淡 那慢慢逐個 希望它逐個阻力可以打穿 慢慢去附要直上 最好 所以大家就要 學以致用 即是說了這麼多集的技術形態 有舉過這麼多案例的話 大家都要在當下找回一些 符合到這些形態 符合到這些信號 可以捕捉一下這些機會 沒錯 我們準備了一個實體工作坊 也都歡迎大家在這個連結報名參加 會上就是我們會有更多的一些心得 案例可以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提升這個賺錢能力 沒錯 我們在分享會見大家 好 拜拜